美国证券交易文会指控任职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华裔药剂师梁成一和他的儿子 利用FDA审核药物的内线消息 对19家上市公司至少27项新药宣布上市之前进行非法交易 获利超过360万美元 此外,美国司法部也对这起案件提出刑事诉讼 指控父子两人在过去三年多在涉及五家药厂的交易中 从事证券诈欺以及电汇诈骗,非法抹取利益 父子两人都是华府近郊马里兰州的居民 星期三,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负责刑事调查的高级官员南希·肯尼迪 在国会山的一场简报中,婉拒针对美国之音的询问发表评论 同一场简报中,关注这起案件的一位出席律师普拉德 告诉美国之音,美国政府应该检讨如何有效预防员工 滥用职权从中磨砺的内务政策与系统 他说 他进行这种交易已经好几年了 FDA应该在梁成一第一次内线交易之后就予以制止 FDA没有能够有效的防止,显示体制出了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尝试通过电子邮件跟梁成一取得联系 并且尝试通过电话联系起诉梁成一的联邦政府官员 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回应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湘、张松林的采访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